第21集 我想来想去 各种假设都没有坐实的证据 地下室里既可能是蒙了头的小偷 也有可能是里边有东西 这洋宅里布置这么凶的风水区 要招惹点脏东西进来 也不是没可能 我心里虽怕 又想我口袋里装了祖传的洋宫风水枣罗盘 手上操一把石木圆形凳 净可攻退可守 管你什么东西 只要我小心行事 也不会吃什么大亏 于是我攥紧石木圆凳在手 捏手捏脚的下了地下室楼梯 地下室里 好像有老鼠挠东西似的 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我垫着脚尖大气不敢出 一步一步下到楼底下 那哗啦啦的响声就像在耳边 我仔细判断它的位置 却很难有准确的定位 我怕打草惊蛇 憋着呼吸缓缓地朝前挪动 就在要挪到声音源位置的时候 我发现那哗啦啦的声音突然停了 整个地下室安静的可怕 我甚至错觉地以为 我刚才听到的声音都只是自己一响出来的 一切都是假的 这时我听到地下室客厅传来 啪的一声响 那声音不响亮 却足够清脆 我敢肯定 这声音肯定是人为发出来的 这时我已经摸到开关位置 便顺手按下点灯开关 客厅顶上的欧式大吊灯顿时亮 将客厅中间的家具 镀上了一层华贵的金光 欧式沙发 茶几 各色装饰品 和角落里的空空的水族箱上 都被这层光芒照射得栩栩生辉 客厅背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欧式油画 这油画里啊 是魔鬼撒旦 正在吞噬鬼魂 血腥又猙獰 我环顾四周 客厅里空空如眼 连个鬼影子都没看到 我又先后打开厨房 卫生间 保姆房 储藏式的灯 把整个地下室搞得是灯火通明 却一无所获 就在我沮丧的准备离开地下室的时候 我的目光落在沙发茶几上 厚重的石木茶几上摆了一张围棋棋盘 棋盘两边是两只黑白紫盒 盒子边上有一只巴掌大的木雕鱼 雕得很粗糙 边上已经被磨得非常圆滑 茶几两边是真皮软沙发 沙发对面加了一只石木圆凳 像是有人在观棋 那只木雕鱼就放在靠圆凳的那一面上 最令我吃惊的是 早上我出门的时候 这些棋子还是在棋盒里的 可是现在棋盘上已经落满了紫 白棋大有将黑棋包围的架势 双方正杀的难解难分 看到这里 我头皮一阵发麻 只觉得这一切出奇的关系 我们离开之后啊 别墅里不可能再有人进来 因为钥匙在张磊磊手里 地下室里走路的声音 想必也并非人所为 明白了这一层关系 我不再犹豫 将石木圆凳抛在地上 操起祖传风水藻罗盘在手心 口念上清圆诀 用罗盘在印堂位置狠狠敲了一下 天眼一开啊 我眼前顿时变得出奇的明亮 我再看茶几的位置 棋盘上的棋子又变了位置 黑棋变得更加危险了 白棋几乎已经稳操胜券 而沙发和圆凳上竟然还是空的 连鬼影子都没看到 我还以为太紧张 导致天眼没有成功打开 我又重新开了一次 再朝棋盘那边张望 眼前依旧是空的 我心里一直发出啊 事实显然超出了我的估计 现在的局面完全超出了我能理解的范畴 一定有东西在我眼前下棋 只是我看不见它 我开了天眼 依旧只能看到一团空气 这敌在暗我在明 我现在束手无措了 李半仙曾教过我问道之术 所谓各门有各门的道 遇到你不知道的东西啊 先拜山头总是没错的 于是我朝棋盘拜了两拜 说道 小子乃阴阳同道 无意路过此地 惊扰诸位大仙 还望海寒 若有得罪之处 还请大仙明示啊 我说了两遍 客厅里依旧没有任何动静 棋盘上也没再出变故 我本意啊 是以这种方式 劝走这些孤魂野鬼 还张宅一个清静 毕竟张家也是花大价钱 买下的这栋别墅 没想到 这帮东西一意孤行 实在太不给面子了 搞得我火气很大 我自是有祖传的 风水藻罗盘在手 就有了主星谷 见这帮东西死降着 不给面子 便拿罗盘朝棋盘上空 扫过去 想用强力 打得他们魂飞魄散 没想到 罗盘扫了个空 什么都没打到 就在我紧张万分的时候 楼梯上传来 张磊磊的脚步声 他下到地下室 见我正呆呆地 望着棋盘发愣 不经意呆 问道 哎 你怎么来这儿了 明天还要上课呢 快回去睡觉吧 我望着眼前的棋盘 心里明白 如果不弄明白这件事 我晚上 是别想睡了 张磊磊走到我面前 拉我 说道 你怎么了 在这里发呆干嘛 我指着棋盘问张磊磊 你出门的时候 记得棋盘 是什么样子的吗 张磊磊 瞟了一眼棋盘 突然尖叫起来 显然 他也发现了不对劲啊 我们走之前 棋盘上是空的 现在 却摆了一幅 复杂的棋局 黑白棋子 杀的是你死我活呀 就像棋盘的两边 有一对我们看不见的人 正在博弈厮杀 当着我们的面下围棋 我见过的棋事 也不少了 还是第一次 遇到这样的怪事 张磊磊吓得浑身发抖 指甲抓得我的胳膊生疼 他说 难道 这栋房子真的有鬼 不行 我明天要去酒店住 我始终看不透 这幕棋局的蹊跷在哪 思来想去 不得要领 只能跟张磊磊回去睡觉 上了二楼 我刚要回房间 张磊磊突然拉住我 说道 你 能不能陪陪我 我很害怕 我呆住了 不知道给怎么回答 这脸红的跟火烧似的 跟女神同处一时 我想都不敢想 张磊磊说 我 我给你打地铺 不 你睡床上 我睡地板上吧 好不好 这房子太吓人了 我不敢 我机械地跟着张磊磊进了房间 张磊磊给我铺了个地铺 我见天色不早了 倒头就睡 熄灯之后 房间里很快响起 张磊磊淡淡的憨声 我闻到他身上特殊的香水味 心里一阵怡然 我一直躺着 辗转反侧 却怎么都睡不着 我总觉得 今晚有事情 要发生 这是一种预感 毫无根据 但我觉得 特别的真实 胡思乱想了一阵 倦意袭来 我便进入 昏昏沉沉的混沌状态 睡着睡着 我又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 此刻 我眼皮很重 脑子里却有一点意识 知道那东西又来了 便不作声色的握紧风水走螺盘 只等听到开门声 就跳起来扑过去 一螺盘解决了它 果然 没过多久 我就听到嘟嘟嘟 敲门的声音 地下室 离奇的棋局 造成的心理压力 让我一手的冷汗 我憋着一口气 低声问道 哪路干扰小野青吗 找死是不是 蒙外那人说 是我 李半仙 我一听 还真是师父的声音 心里顿时大喜 我正四处找他找不到人 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了 我急忙跑过去给师父开门 打开门就看到月光透过过道的窗户射过来 李半仙 李半仙一身白衣跟仙人似的立在我面前 先锋盗骨的感觉非常强烈 我叫了声师父 李半仙点点头让我跟他下楼 我跟着他下到一楼 打开大门一直往外走 外面黑幽幽的月光稀薄 树木和花丛都是一团团影子形如鬼怪 我们穿过一条条小径在树林中间穿梭 我不知道李半仙要带我去哪里 问他他也不说 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 只顾闷着头走路 我们穿过一片树林就看到一处灌木丛 李半仙找了根棍子 拨开灌木丛周围的树叶树藤 便露出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洞口来 我想不到这地方会有这么古怪的洞 还更不明白李半仙带我来这种地方干嘛 正要问他 李半仙朝洞口一指 说道 快进去 这黑灯瞎火的 这种树洞我怎么敢进去 里面要是有蛇鼠之类的东西 我可不就完蛋了 我坚决否定李半仙的命 李半仙叹了口气 自己蹲着身体钻了进去 我闹不明白 这老东西到底在想什么 问他又混不出来 见他进去了 一点动静都没了 便也蹲下去 朝里面看 大晚上的林子里 黑不溜秋的 我拿手机当手电筒用 也只能勉强看到树洞里半米不到的深度 可是这树洞啊 却显得无比忧深 我隐隐能感到里面直冒冷气啊 我心说这洞得多深啊 我伸手这么差 跳进去 那不是自己找死吗 可是李半仙都进去了 作为他的徒弟 怎么能这么怕死呢 这是不孝 我又想李半仙这丝是个鬼啊 再深的地洞都弄不死他 因为他已经死过了 而我就不同了 我还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呐 能被刀杀死 被广告牌砸死 被车撞死 我太脆弱了 可不能跟李半仙比 就在我犹豫不决之间 地洞里赫然伸出一只手来 吓了我一大跳啊 我见那手瘦长 显然就是李半仙的手 他趁我猝不及防的时候 抓住我 硬往里面拖 我吓得大叫一声 整个人就往洞里坠去 就在这时候 张磊磊突然尖叫起来 就觉得有人在后面死死抓住了我 我也手舞足蹈的 胡乱抓住了什么东西 这才稳住身心 这么一闹啊 我脑子也清醒了 眼前哪里是什么树洞啊 眼前就是张磊磊房间的窗台 我半个人悬在窗台外面 一只手死死抓住窗台 另一只手被张磊磊拖住了 张磊磊吓得是一直尖叫我 整个人都要被我连带着拖出窗外去了 此时的情景 吓了我一身冷海 原来李半仙和树洞都是假的 我在张磊磊的帮助下 翻进房间 这一屁股坐地上 才定下了身 张磊磊担心的说 杨小天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好好的爬上窗台 吓死我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环顾整个房间 觉得这宅子的氛围特别的贵 隐隐都充斥着不安全感 真他妈的怪啊 我尽可能让自己平静下来 然后对张磊磊说 是这宅子在捣鬼 你们家这栋别墅 问题太大了 太可怕了 咱们晚上不能睡觉了 得一直熬到天亮 否则 准出事 张磊磊吓得面色惨白 半天才说到 我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躲哪都容易招鬼 我跟张磊磊相对而坐 俩人一直没说话 此刻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 窗外的天空没了半星月色 是一幕铺天盖地的漆黑 黑到人心里觉得危机似乎 像里面潜藏着什么东西似的 我觉得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问题还是出在地下室 我必须解决掉这个麻烦 这鹦鹉啊 有个特点 你在一个地方招惹的它 它可能会一直跟着你 现在我的天眼对这鹦鹉没作用 不知道它具体是个什么东西 再加上张磊磊这块唐僧肉 我这心里就更没底了 换地方住也不是个办法 于是我再度下到地下室 并且告诫张磊磊 他现在阳气弱 就好好待在房间里别出去 这一出门容易误事 张磊磊一个人很害怕 本来啊 执意要跟我去地下室 经我这么一说 也就答应留下来 我推开地下室的门 开了客厅的灯 就看到茶几上的棋局 已经进行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黑子已经被包围一大半 想要突围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我虽然对围棋不太懂 却也能看明白 这种局也只有高手才能下得出来 双方是兵来将党厮杀的热闹 我却在一旁吓得是惊心动魄呀 空荡荡的地下室 极其安静 这别墅外面的梧桐树 被夜风吹得哗啦啦的直响 风从窗户缝隙里渗透进来 吹在身上冷冷的 我感到一股透骨的凉眼 这时候 我看到木鸟鱼似乎动了一下 我的心里一阵发麻呀 揉揉眼睛定睛再看 那木鱼又一动不动的躺在那里 我找了只石木圆凳 在棋盘旁边坐下 这尽管心里发怵 我还是要摆出一副高人的样子 手持风水早罗盘 盯着棋局看棋 心里啊 还在默默发抖 我知道 只有我在这里镇住场面 张磊磊才会没事 就在这时 我看到白子出现一个失误 非常明显的失误 我兴致大骑 随手抓起一只黑子 封住白子的出路 这落子的时候 我心里一致得意啊 我阴阳之数都不过你 在棋盘上赢了你 你一样给我得腾出地儿下 棋子一落 白子跟着落下去 黑子顿时完败 这局棋成了一局死棋